第32場男子中量級 你非吃不可 好的 首先介紹藍方 身高184年齡34 他也是代表香港VS Performance 他有着运动科学 以及物理治疗的专业背景 过去在泰拳比赛中 擅长以无音轴 转身边拳 转身后登等冷招 突击制胜 今天在不能使用 无音轴的铁龙搏击规则下 他还有什么高招呢 掌声欢迎这位香港朋友 林一千 再来介绍洪芳 身高175年龄27 来自于全机能 他练了十年散打 拿过全运会散打银牌 也是中华代表队散打选手 来 掌声有请林修文 唱上裁判张建凯 港台大战 给您好看 欢迎大家回到WTT NL Dragon 第十届第32场赛事 铁龙搏击 K-Striking的赛事 这是男子组次重量级 170磅 也就是77公斤的比赛 由蓝方代表香港vsPerfumas 林一千 对上红方代表全机能 林修文 刚刚听到介绍的时候 肃然起敬 林修文选手拿过这个 全运的冠军 全运的银牌 对啊 你终于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三打选手 但是这个量级77 已经超过三打的最大量级 对 他应该以前是打65还70左右的选手 不知道他的转速还有没有在 对 但闪打策略毕竟跟踢拳是不一样的 哇 刚刚林一千一个开场直接一个超级over hand 直接甩过去哦 现在哇 这个林修文选手的距离控制非常远 对而且他看到他一直想起前脚 哇 直接做一个撤踹 这个撤踹很准啊 相当的高 相当的高 林一千呢 还是咬住这个林修文不放 看起来林一千 比较想单拍的 哇 他也甩了一个后踢出去 林修文做一个下段的滑步踢级 想试探一下这个林一千到底想做什么 没错 像林修文换了一个架势 哇 哇 这是击倒吗 这应该就是有点被踢到 亮枪哦 对 应该是一个跌倒并没有任何独秒的动作 林修文过劲了就直接做残暴了 再做一个brake拉开 想要在距离打击上获得优势啊 林修文的步伐非常的这个跳动 非常快速的前后移动 做一个 哇 这个架势放得很开哦 对啊 真的就是用这种闪打的打法 突然一个回旋踢啊 就是保持好这个跳动的距离跟节奏 单拍的这个快速进攻 单拍而且还会偶尔之后换架 偏偏对手 但林一千这边并没有放出太多的攻势 因为这个比较远距离的后踢哦 双方都是拳头放得非常非常低 因为在一个相对比较远的位置 哇 这个林修文选手 哇 贴近了 哇 但是做了一个西装之后黏住 林修文刚刚一个下段滑步踢 想要换拳哦 就被林一千卡住 不过以打击数来说 然后林修文稍微多了一些 对 但是都是比较试探型的这种打法 但是第一回合也就这样结束了 对 双方在试探的这个远距离交战 哇 这样硬要给分的话 有可能林修文会拿下第一回合 哇 这就很难说了对不对 双方都没有破坏力的这个攻击 哇 相当可惜 双方在这个试探中拿过了第一回合 那有可能谁试探的多 谁就拿了第一回合分数 那因为这个踢拳比赛 他也是分各回合各回合给分 最后加总 所以如果第一回合结束了 就不会再改变第一回合判分 那最后加总的时候 很有可能试探的多的人 会拿下这一回合 对 因为毕竟打击数比较多 但是还是要看林一千 因为林一千这边打击 感觉还是没有想要打出他的战略 看起来他在藏什么东西 好 那 不过林一千选手还是有基本优势在 身高181 臂展185 相当长的距离 所以如果他有机会风针对手的话 他应该会想办法掌握自己优势 好 现在中场休息结束 即将进入第二回合 好 这边 这个阿凯裁判也在提醒两位选手 即将开始 WTT Enter the Dragon 第十届第32场赛是铁龙波击 第二回合 红方林修文对上 蓝方林一千 好 林修文相当清楚的策略 一贴近就残暴 林修文一直保持这个跳动跟距离 没错 相当快的低扫 点一下就拉开了 感觉并不想要再近身跟他多做换拳的举动 没错 哇 马上残暴 我感觉如果是三打比赛的话 应该已经太摔了 他应该摔好几次了 但是这不是三打 对啊 毕竟这是踢拳比赛 你必须要再近身给对手伤害 哇 一个超人拳翔进来 林修文直接一脚踢开 哇 林一千还在找这个节奏上的破口 哇 一个switch kick 但是 都没有碰到对手 哇 双方一近身都其实 非常积极的防守 变成是双方都没在打拳 想要卡住对手的拳头 那林修文的策略很明确喔 就打了一接近就传暴 一拉远就重新打击喔 相当聪明喔 林修文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节奏 继续保持这个比较远的距离 林一千反而不断地左右换架 但林一千这边也没有打出过度的攻势喔 还是有林修文这边 那林一千的打击数比较多一点点 哇 但是都不是一些有效的攻击 那剩下最后第二回合50秒左右的时间了 哇 林修文想要近身直接换了 林一千有点疲于奔命在防守 这个林修文的攻击喔 都没有打出任何的拳击或是踢击 那林修文这边也是把距离控得很稳喔 对 这个林修文比较多的近身 但是林一千还是一样喔 以防守为主 并不想主动的进攻 这边裁判也要求双方要有更多动作喔 这些东西都太遥远喔 太 离对手都太远了 哇喔 林修文想要做一个勾踢啊 被对手挡住了 那因为接腿摔在踢拳是没有这个分数的喔 所以刚刚那个接腿 并没有任何得分 哇 雙方打两回合脸都还很干净喔 对 都没打到脸啊 对喔 完全没有 一个打点的互换喔 有一些些护疾那有一些些压迫 但是都没有重伤害啊 林修文这边打了非常多这种撤踹阻击 下段踢紧 但那近身都被林一千的手部呢 所格挡住 也不能做出很有效的头部攻势喔 现在中场休息即将进入第三回合喔 那这边我们也特别感谢 中华民国综合格斗协会喔 不断的努力在今年喔 正式进军 亚洲奥林匹克委员会 并且在全台各地喔 县市成立分会喔 在招募会员 希望大力的发展格斗运动 那今年也在泰国举办的第一届 亚洲综合格斗锦标赛 拿上六张奖牌的成绩喔 并且拿下团队第二名 欢迎大家继续支持台湾的格斗运动 好 现在场边拍板 已经最有不到十秒的时间了 那欢迎大家一起回到 WTT Ender Dragon 第十届 第三次二场铁龙搏击 可以striking的赛事 我们来到第三回合 由红方凌修文 对战 蓝方凌亿千 开场铁龙搏 开场铁龙搏 双方还是以想要远距离的角 来交锋 但这回合铃益千呢 终于主动进攻了 那铁龙搏还是把这个距离控得非常好喔 对想要打到铁龙搏感觉不是那么容易啊 没错 因为他会一直保持这个比较远的距离 而且他的单拍打击节奏很快啊 对 突然一个就进来了 哇又是刚刚说的突然一下进来了 1 2 哇 凌亿千的放招全部都被凌修文拉开距离喔 双方几乎没有什么碰撞 哇 对啊 几次都空大 打不到对手 哇 凌亿千应该也很哭闹 不知道怎么去打击这个对手 哇 仿佛空气一般啊 哇 一直调整距离 哇 哇 终于换到一个下巴了 哇 而且一到距离内就马上缠住我 哇 凌修文 也没有想要再竞争打太多的这种控制 哇 凌修文这个打点相当无解啊 对 这感觉好像这种小量级的那种踢拳 对 这就让刚刚 非常快 刚开始这个浩朗说的 这个凌修文过去应该是散打相当低量级的喔 哇 想要一个远距离的扫腿喔 哇 这太远了吧 现在凌亿千想要放一些招式 感觉要做一些转身系列的东西吗 对 不断的在做换架喔 哇 连续的switch 想用switch kick 但是并没有办法贴近喔 哇 凌修文这个控的太好了 凌修文抓一个机会又近身 但是并没有打击到凌修 凌修文 凌修文不像这个凌修文这么灵敏喔 哇 一个回身边权加一个 打击 哇 而且贴近就再次残暴 哇 凌修文打得非常苦恼喔 对 而且双方几乎没有办法再近身碰撞 凌修文又换架变右手在前 喔 又换回来 等于是一个远距离完就直接接到金身了 接到一个crunch的位置 喔 对 一直在找一个switch或是转身的机会喔 但是一贴近被抱住 然后凌修文拉开距离 哇 凌修文抓了一个对方想分开的位置 打击到对手脸部 哇 但是 都不是很有效的这个重击喔 凌修文几乎是一个打击策略的机器喔 对 不会犯错 就是弹一下 啪一下就离开了 哇 而且被贴近的时候 这个前凳也相当有效喔 哇 他是一个闪打机械 我看到凌修文说我追不到你 我追不到你 直接抽出去 抽被到 完全放弃啊 哇 真的 哇 你遇到一个策略机器人 这真的没办法 真的 整场把你逗着转啊 这没办法 他也不求把你击溃 但是他打策略从头打到尾 对 就打得非常清脆 然后又有很明确的这个战术 哇 太好 这场太好看了 完全是打策略喔 对这个看 不是77公斤量级的比赛 没错 速度超级快的 一开始看到闪打银牌 但是77公斤就知道他以前是小量级的 对 闪打如果打75大概有凯文吗 对差不多 凯文是90减下来的 80左右 得 超级的 经过三个回合的较量之后 本场比赛结果如下 1号裁判30比27 2号裁判30比30 3号裁判30比29 多数判定由 红方领秀文获胜 恭喜 也感谢蓝方林一千的参赛 请Ringo颁发奖牌 那这边恭喜林修文选手 哇 相当精湛的战术执行 对一个非常闪打式的打法 速度非常快 移动速度非常快 我看 architects 开启折 看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